十隔九年马英九习近平再度会面 地点就选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 这里是习近平见国际外宾的重要场所 像是九号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2021年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讯会议 都是选在东大厅举办 过去国民党前主席们和习近平会面 都没有用过这个会堂 北京看似对马英九高度礼遇 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因为这个会堂是当年邓小平和香港代表 谈回归标态要在港驻军的地方 港澳回归的时候在这边谈 所以有一个暗示就是说 朝晚这个台湾是不是也是要回归祖国的 这样的意图十分的明显 规格拉高之后它可以方便马英九 回来有一个更好的立足点 传达他们想要的政治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经过一个很缜密的计算 之后做出了一个安排 不管你用哪一个厅 但是你有没有得到了基本的尊重 连讲到中华民国都还要遮遮掩掩 用口误的方式去讲 同时间对于军机军舰不断的越过海峡中线 这件事情也不敢对习近平去发声 那只是看来成为中共施压统战的一个工具 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名句 在习近平面前脱口说出中华民国 马英九还马上更正成中华民族公开阐述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缘由 但习近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让一中各表似乎没了空间 马英九的一中各表 其实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包装在口误中 中华民国变成是一场误会 不要跟中共联手起来 逼中华民国逼台湾 非得要接受中共的政治前提 才能够有和平 支持九二共事 这个很清楚嘛 这违反台湾主流民意 在台湾已经污名化了 我是主张内容物比包装重要 马熙二会台湾政坛罵翻 国际媒体也批评 马英九当样板落入北京典型 分额制制的伎俩 承认中国营造试图缓和区域 紧张印象的手段 明显和中国媒体学者 看见和平希望的论述 有很大的落差 明镜重导